第1561集 接着黑袍男子深望了韩丽一眼后 化为一道黑气飞出了光照外 龙道友打算亲自出手吗 在下还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韩丽一见龙家老祖目光扫向了自己 面上非单位露出什么巨异 反而轻笑一声 龙某已经是合体后期了 道友才刚刚进阶合体不久 不要说本老祖已大欺小 只要阁下能接下三招 我就立刻跳下台自行认输 龙家老祖倒背着双手 但是一开口声音是异常清冷 三招 好 说不得韩某真要尝试一二 韩丽听了这话心事一正 随即嘴角又一翘地露出了笑容来 台下的其他修士听到台上二人一说一回 却又一阵骚动 先前 韩丽展现出不下于中期修士的神通 已经让不少人为之侧目 现在一听到龙家老者这位后期大修士 又定下了三招决胜负的约定 都不仅大为兴奋起来 对这些普通的真灵世家弟子来说 此次真灵大典真是要大开眼界了 连合体后期修士的神通都能见识一番 那可算是不枉此行 毕竟按照网界大典 凡是碰上龙家的真灵世家都是主动弃权的 自然也就无人见过这位真灵世家第一修士的出手了 第一招 龙家老祖显然并没有和韩丽多说什么的意思 口中一声低喝 背后双手中的一只突然从后往前的一抓 扑斥一声 半遍天地位置一暗 附近天地元气一阵剧烈翻滚之下 竟然直接在韩丽头顶处 凝聚成了一只树杖之巨的金色巨手 表面五色符纹翻滚 有泛音之声从中发出 直奔韩丽一把抓去 巨手尚未落下 附近空气 竟然变得如金刚般坚韧 竟然我更坦不得 韩丽目中金光一闪 头顶处虚空波动一起 诡异地浮现出一座黑乎乎的小山 灰蒙蒙光辖一个反卷 韩丽只觉身躯已松就立刻恢复了自由 马上一只晶莹如玉的手掌 同样冲空中轻轻地一拍 五色光艳 瞬间滚滚从五指中一喷而出 然后一凝 化为了一只仿佛水晶般的五色大手 往空中一迎而去 轰的一声 金色巨爪就和五色大手撞击到了一起 二者只是略微僵持 巨爪就金芒一闪地 硬生生将五色大手抓了个粉碎 韩丽见此情形却并未露出慌乱之色 而是嘴角抽搐一下 漠然伸出一只手指冲空中一点 五色大手的残骸碎片 只是金光一闪 就化为了五色寒雁 将金色巨爪包裹进了其中 下一刻 金色巨爪下落之势位之一宁 接着体表灵光一闪 就被冰封进了一块五色寒冰之中 静静地悬浮在了半空中 龙家老祖见此情景 眼角未知一跳 但是口中又森然的喊道 第二招 化音刚落 就见他单手一拍头颅 顿时一声龙银冲天而起 借着灵光一闪 一只金色蛟龙虚影 一下从其天灵盖中一飞而出 在空中一个盘旋 就漠然摇头摆尾地 往其身上一扎 下一刻 龙家老祖身上金光大放 脸颊四肢均都浮现出了金色鳞片 头顶上更是生出 以数寸高的金角 他一下化为了半龙人的腰化状态 并且双足微微一动 就见雷鸣一响 人一闪的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韩丽几乎同时听到头顶上一声霹雳 龙家老祖身影就一下出现在那里 并且一台手臂 遍布鳞片的金色手掌五指一分 缓缓朝下一抓 砰的一声闷响 一股飞人的距离 从空中自上而下的一压而下 若这距离真的一压而下 总让我肉身强横无比 也绝对无法阴挨下自己 信念如此一转 韩丽几乎想都不想地神念一动 头顶上的黑色山峰位置一晃就气势汹汹地 直接迎向了对方手掌 同时金光一闪 一道金影从其背后一冒 化为了数丈高的金色虚影 三头六臂相貌争鸣 这个时候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黑色山峰和金色手掌方易接触的瞬间 仿佛撞到了另一座庞然大物一般的 一阵之下直接就横飞了出去 金色手掌竟是丝毫不受影响的 仍冲韩丽一抓而下 不好 韩丽剑刺脸色一沉 背后的范圣魔像竟同时六臂齐取 六只拳头就像暴风骤雨般地 往高空中狂击而去 银光一闪 韩丽自己手中银齿一挥 一道数丈长的银色池影 也紧随拳影地往空中一展而去 顿时下一刻 空中爆裂之声不绝 金色拳影和银色池影所号威能 一下便将头顶处彻底地淹没进了其中 韩丽手中持影位置一脸 接着银齿又不断地变化 游一画时游时画百游百画千 瞬间的功夫成千上万只银色短齿 便从韩丽手中狂涌而出 化为一片银流 直奔空中 狂卷而出 真没想到 韩前辈竟有如此神通 光照外的众人一将韩丽施展出这般可怖的神通 大半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另外小部分人则是心中倒吸凉气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 韩丽上方虚空中却传出了龙家老祖的一声冷哼 接着传来一声地动山摇般的巨响 金色拳影和数之不尽的银色短齿 在一股可不知己的莫大威能之下 竟纷纷不知地溃散消失了 一只金色手掌一个闪动 就出现在了离韩丽头颅不过丈许高的地方 并且毫不犹豫地一抓而下 就是现在 就在这时 突然附近虚空波动一起 另一只青色拳头一探而出 并且闪电般的一拳击在了金色手掌上 那看似根本无法阻挡的金色手掌 竟在青色拳头一击之下 被一荡而开 趁此机会 韩丽肩头一晃 人就模糊地从原处消失 出现在了离此地不过十余丈远的另一处地方 并且抬手向金色拳头的主人望了过去 目光是平静似水 龙家老祖收回自己手掌 面上露出了一丝诧异的妄想 那突然从虚空中探出的青色手臂 空间波动一起 一个肌肤翠绿的人影从虚空中闪现 高约两丈 浑身紫光闪动 面目竟和韩丽是非常相似 并且双目绿芒流转 韩丽单手一招 御影一个闪动就诡异地出现在了其身旁 龙家老祖双目一迷南南低语之后 冷笑一声 一条手臂一抬 竟冲韩丽再次一把抓去 虽然举动 看似和先前一般无二 但是声势却和上两次截然不同了 金色手臂才探出一半 附近虚空中 就传出一阵轰隆隆的嗡名 无数五色的光点 突然在万灵台上浮现 下一刻 这些天地元气所化光点就疯狂地 往龙家老祖手臂中狂聚而去 并且纷纷闪动地注入其中 遍布金色龙鳞的手臂 瞬间变得晶莹光亮 翻起一层五色灵光 并且渐渐刺目耀眼 仿佛骄阳般地 让人无法指使 同时 一股强大之急的陌生灵牙 也一下从手臂上散发出来 这散发着五色光芒的手臂 在此刻仿佛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 气息比鲁家老祖这位 合体后期大修士本身 还要强大几分的样子 韩力见对方这一抓 竟有这般惊人声势 脸色终于为之微微一变了 眼看对方手臂前方的手掌 一阵扭曲模糊就要完全抓下 他熄灭快转之下 突然双处微微一拱 并且轻笑一声地开口道 哼 道友法力通天 韩某自认不如 第三招不用再接了 在下这一场认输 刚一说完 韩力未等对面龙家老祖露出诧异表情 伸出的手臂略微一顿 还未来得及有何反应 就提表青光一闪 化为一道青红的 直接往光照外击射而去 一个闪动之下 那凝厚照臂如同纸屑般的 就为青红一破而开 韩力一下就冲到了万灵台之外 并且顿光一个盘旋地 落在了谷家一群修士之中 至于那道诡异绿影 则真的仿佛其影子般的紧随其后 并且身形一晃就落在了其背后 附近的一杆谷家修士 自然下意识地纷纷退后几步 用好奇的目光打了个不停 韩力却是淡淡扫了他一眼 单手一掐绝 绿影提表紫光一闪 身形竟在灵光中闪动 飞快缩小 最终化为一团紫光 以下没入韩力袖袍中 不见踪影 一旁的小风仙子和萧长老 望着韩力的举动 神色却是颇为怪异和复杂 一位刚刚进阶的合体初期修士 竟敢直喊后期修士 并且表现出不亚于 中期修士的神通 但却在约定最后一招的时候 又一下自行跳下认输 怎么看 都实在不正常了一点 不过 设于刚才韩力展现的惊人实力 小风仙子和萧长老 自然也不敢追问什么 只能忽望一眼地苦笑一下 不过这样也好 刚才韩前辈所露出的实力 丝毫不下于我们谷家的 太上长老天离仙子 并且隐约还在其之上 如此一来 保住谷家五大真灵十家的位置 绝对不成问题了 有些意思 光照中的龙家老祖终于反应过来 望着光照外的韩力 不怒反笑地 自语了一声 随之他手臂上五色霞光一阵流转 天地元气从中一涌而出 并且凭空消失在了虚空中 同时身上的金色龙鳞也开始一点点褪去 解除了自身的半妖化形态 我们放弃这次的计划吧 风家中戴着青铜面具的男子 忽然淡淡开口 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此人就算不是普通的合体出其修士 顶多也就和天离那婆娘差不多 你我联手的话 难道还会惧怕他不成 和天离差不多 老二 我看你真该重新擦亮眼睛 看清楚点了 别的不说 此人的第二化身就非同小可 只能一拳就硬生生击飞龙老怪的一击 起码你我就做不到 而且此人面对龙老怪 始终没有丝毫拒异 肯定还有更加厉害的手段没有使出来 你我就是联手 多半也很难轻易击败 我可不想让风家 得罪这么一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家伙 可是老家那边怎么办 我们可是已经收了好处的 我们当初答应的 只是尽力削弱天离仙子的实力 既然现在谷家出场的不是这婆娘 而是换了另一个人 我们改变下主意 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不了将东西退给他们就是了 老家还敢多啰嗦什么不成 一会儿我们真上台和他比试时 只能用普通的手段即可 既然兄长已经有了决定 那小弟照办便是 不过还是有些可惜 原本以为这一次能将谷家挤出武大师家的 看来只能等下一次了 华福男子叹了一口气地答应下来 但是口气颇有些不甘的样子 没有多久就是摩羯降临 下一次的真灵大殿 还不知道多少世家就此烟消云散 你我又何必想得太远 面具男子却看得挺开的 黑黑一笑 这一次华福男子也只能苦笑一声 不再言语了 这时不远处劳家的一群修士 数名带队的长老 围着唯一的一名合体初期修士 正在禁制中低声争论着什么 虽然听不到他们的谈论内容 但明显所有人的脸色都极为难看 而劳家的合体修士 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儒生 也是眉头紧皱 显然 刚才韩丽在万灵台上展现的实力 让这最可能挤掉谷家 进入武大世家的世家 一下有些慌乱起来 下面就由输掉一场的风家和谷家 这局在下认输 大出其他人的预料 韩丽嘴角一翘 竟是毫不犹豫地认输了 四周的人群顿时是一阵骚动 韩姐妹 这一局 叫风仙子顿时有些坐不住了 急忙开口询问 风家也有两名合体修士 擅长联手之术 我没有多少把握胜过 自然养精蓄锐 专门应付下面的挑战为善 只要能保证谷家存在武大世家之列 我想 应该不算违背和道友的约定吧 前辈当然没有违约 只是武大世家的排名每上一位 得到的好处都会增加许多 是我晚辈有些贪心了 小风仙子面色变了变 可最终还是点头认可了韩丽的意思 此刻 台上的龙家老祖自然宣布了结果 然后又叫上其余三家再次抽签对决 这一次比完 武大世家的排名和上一届是一般无二 古家仍然名列最后一位 不过 因为韩丽刚才显露出的实力 一干谷家修士倒并没有露出什么太担心的表情 但是当龙家老祖宣布其他世家的自由挑战开始时 排名仅次于古家的老家中 那名白衣如生就缓缓站了起来 沉声说道 在下老哀代表老家想向古家挑战一架 还望韩道有赐教 刚说完这句话 如生身上白色光阳一闪 人就站到了光照之内 一副静等韩丽上台的样子 韩丽见此情形微微一笑 也不说话 同样轻光一闪就出现在了如生的对面 请 老哀面上神色凝重 两手一翻转 一手默然多出一柄黑色戒齿 另一手中却金光一闪 浮现出一杆金灿灿的巨笔 作用数尺来长 笔尖泛起艳丽之奇的五色灵光 戒齿略意舞动 一下在身前浮现出数十朵不知名的黑色灵花 将其身形护得严严实实 另一手中的金色巨笔 冲虚空中接连灰点之下 一只只五色斑斓的巨大妖蝶 纷纷凭空浮现 去 如生一声低鹤 所有妖蝶双翅齐山 一股股五色粉末 在震动中匡用而出 然后法觉一摧 怕被一团母许大的五色毒云 直奔寒历一照而去 与此同时 如生又口中念念有词 一张口之下 喷出一本淡红色的竹简 此竹简光芒流转地打开 一片红光大棒 竟从里面飞出众多 红光闪闪的符文 这些符文 看似一个个玄傲异常 但是方一飞出的瞬间 就纷纷扭曲变动 化为一只只红色火鸟 紧随独云地 向寒历漫天冲去 黑牢虽然只是一名合体初期存在 一出手倒也生死不凡 怪不得在见了我刚才立敌中后期存在的实力后 仍然敢上前挑战 不过这些手段 对我来说 仍然不值一提 韩力一见攻击如此凶猛 不惊反笑 也不见他动用任何宝物 只是两手在胸前飞快地一掐绝 金光一闪 背后浮现出那个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 此虚影 同样六手分别一掐绝 提表精英灵光一阵流转 竟化为了金光灿灿的实体之身 三张和韩力面容一般无二的两孔 均都清晰地仿若真人 同时六条手臂遍布一层金色鳞片 阴阴有符纹 在上面若隐若现 看起来是神秘万分 正是韩力明练出来的 范圣法相金身 法相金身 台下的龙家老祖 一看清楚范圣法相凝食后的模样 竟一下尸声叫出了口 原本面无表情的脸孔 也露出了一丝震惊 不光是龙家老祖 叶家和林家的两名合体中期存在 显然也是知道一些有关金身的事情 同样是大为害人 韩力背后金身凝成的瞬间 毒云和漫天火鸟 也一下到了其身前 眼看 雨一落就要将其彻底淹没了 等 韩力目中韩光一闪 突然口中一声大喝 背后金身一晃不知怎么的 就一下挡到了其身前 并且提表金光大放 身形一下狂掌数倍 化为了树杖般的巨大 同时六条手臂一抬 冲着毒云和火鸟轻飘飘的一拍 扑扑之声接连响起 六只金色大手中各有一团金色光球出现 滴溜溜的在手心中旋转不停 手臂一动 六团光球同时击射 在空中一合 竟化为了一团金色的漩涡 与此同时 金身三颗头颅同时一睁双目 竟发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咒语声 从口中重叠传出 漩涡之中雷鸣声炸起 音音有泛音之声从中传出 一闪之下就化为了三四仗具了 去 一股肉眼可见的金色波浪 从漩涡中一冲 所过之处 无论落下的毒云 还是从四面八方击射来的火鸟 都毫无抵抗之力地被一卷而进 吸入了漩涡中 片刻功夫之后 原本空中气势汹汹的惊人攻势 就此被扫荡一空了 怎么会血 劳哀见此自然是心中大惊 手中金色巨笔急忙一动 想要再发动一轮攻击 确实根本没有机会了 汉力的神念一动 身前泛胜金身 忽然将六条手臂一挥 对准对面的儒生 反手各摇摇击出一拳 砰砰起身后 六团闪动刺目光芒的金色拳影 从金身上飞出 但是一闪即逝下 就不见了踪迹 不好 儒生也是久经战阵的修士 一见此情景立刻暗叫一声 原本想要用来攻击的金色巨笔 突然一缩地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圆圈 金光闪动 以免金色圆盾就凭空出现在身前 与此同时 他喷出的那只红色竹简 也自行化为了一层红色光幕 将其身形包裹其中 再加上一开始的那只黑色戒指 所画的黑红 瞬间攻复 他竟然就布下了三层 看似不凡的防御 但几乎就是在防御刚毅形成的瞬间 六团金光灿灿的拳影 就从近在咫尺的虚空中 一下诡异地出现 原本不过巴掌大响 一闪之下竟忽然化为了头颅般巨大 并发出了刺耳兼明的连串 攻击在了防御上 金芒刺目 前三团拳影一下暴力而开 三层防御镜一闪得就溃散而灭 露出了劳哀的真身 糟了 如生见此吓得是魂飞天外 不其脱想两手往身前一合再一分 手中一下多出了一柄白萌萌骨锤 双手一尺往身前闪电般一横 白色骨锤一下化为仗许之巨 后三团金色拳影就在歼明之中 接二连三地 击到了如生的面前 只听轰隆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锦盲和白光交织之下 如生只觉得从骨锤上传来一股巨力 食指欲裂 情不自禁地急忙后退一步 还未等他足下站稳 第二团金色拳影也同样地 激在了骨锤之上 第二声巨响后 如生面色一下子苍白无血 再也无法握住手中骨锤 搜的一声 竟和第二团拳影双双横飞了出去 这个时候 第三团拳影 根本不给如生任何反应机会了 一闪之下 就戒戒失失地激在了其护体灵光之上 完了 如生面色刷的一下就苍白无血 接着只觉得眼前金盲一亮 一股庞然巨力 顿时狂涌而来 几乎没有丝毫阻挡之力 如生的身形矩阵一下倒射飞出 一声闷响撞散了一侧的罩臂 被硬生生地激出了万灵台 一直飞离了十台十几帐外 这位老家修士 这才终于灵光一闪 重新在半空中站稳了身形 他急忙检查了一下自身 结果却是面色位置一松地 尝出了一口气 多谢道友手下留情 韩兄神通广大 在下自人不敌 老哀双手一抱拳 大为感激地冲韩力称谢 显然 以韩力前面几团拳影的巨大威能 他能够毫发未伤 那自然是对方手下留情了 没什么 既然是切磋神通 如此做自然是应该的 韩力微微一笑 口中轻描淡心 没有必要的话 他自然也不会轻易地和人结怨 台下的一杆真灵世家子弟 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大部分人都已经看出 韩力绝不是普通的 合体初期修士 但从劳埃和其交手 才不过一回合 甚至连眨眼都没有几次 就一下被击飞出了万灵台 这也太夸张了一些 至于真灵世家中的那些合体存在 望向师台上韩力的目光 是各种表情都有 大部分含着忌惮和敬畏 小部分则露出难以明白的复杂之色 韩力则大摇大摇大摆地飞出了光照 回到了谷家修士中重新坐下 师父 请喝茶 白果儿将不知何时 弃好的一杯灵茶 恭恭敬敬地送到了韩力眼前 韩力看了一眼这小丫头 见其脸色微红满是兴奋之色 纵然我知道师父是一名合体骑修士 但却从未在我面前真正显露过什么大神童 如今才见到师父真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法力 韩力微微一笑接过了灵茶 轻品了一口 这个时候 一旁的小丰仙子和萧长老 在吃惊韩力神通还远出其预料的同时 自然也是满面的喜色 下面的一切 却是异常简单了 相互之间彼此都知道各个世家的大概实力 真正发生挑战的世家自然就不多 聊聊几场后 整个排名比试也就结束了 再下面的事情则是按照排名 分发那些被万灵兽制造出的众多灵牌 和各个家族之间 对一些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划分 此种情形自然是不甘韩力的事了 全都交给小丰仙子 这位谷家之主和萧长老二人处理 韩力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望着万灵台上的一干家主坐在一起 唾沫横飞地争论不停 不仅嘴角微微一呛 难怪这些家主长老没有丝毫风度 资源的划分 哪怕让一丝都会牵扯到惊人的利益 自然任何一家都不会让了 这还是有识家排名的情况 否则就是再争论个三天三夜 也别想达成真正的共识 那些合体存在自然不会这般有失身份的上台争论这些 而是和韩力一般都坐在石台下 静等最后协议的结果 其中自然有些合体修士 仍不时地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不停 好在这一次 这些人的目光也不敢再有丝毫恶意 韩力也就闭目养神 故作不知了 第二化身 法相今深 韩道友的神通 恐怕不仅仅是刚才在台上表现的这些吧 忽然他耳中传来淡淡话语声 何然是龙家老祖的声音 哦 龙兄的神通 也不可能只是区区半龙化身吧 韩力听了神色一动 目光扫向远处龙家老祖 嘴唇微动 同样平静地传音过去 这是自然 不过韩兄的神通之大 还是远在龙某预料之上 不知韩兄和圣道 可有什么关系 龙家老祖沉默了片刻 忽然问出了一个 让韩力一正的问题 圣导 道友为何会有此问 韩道友不想说也就算了 不过我有一事 想和道友谈上一谈 不知晚上 可有兴趣到万灵殿中一居 万灵殿 韩力闻言眉头微微一皱 心中各种念头飞快地转动起来 这个所谓的万灵殿 是在雅谷山壁上开出的一座殿堂 仙道谷中的各个家族长老家主 就是在那座大殿中聚集商谈大殿的事 现在这位龙家老祖 竟然专门邀请我到殿中相聚 看来商谈之事不小 韩力倒是没有一口回绝 但是谨慎地回了一句 龙兄先透露一二要商谈的内容 韩某在座决定如何 虽然不能现在说太多内容 但龙某可以告诉道友 这关系到魔灾爆发后的一件大事 并且能给韩兄带来天大的好处 甚至关系到我等是否有机会 进阶大成境界 纵然韩力一向镇定 此刻听了这话 也不禁眼角骤然急跳急下 大成境界 不错 老夫已经约了其他几位道友 共行此事 韩道友既然修成了第二化身 并由法相金身再提 自然也有参与的资格 好 既然龙兄如此说 那一会儿就在殿中相聚吧 韩力强压住心中的吃惊 好一会儿后 才终于有了决定 道友此举绝对明智 我等相谈的内容 一定会让道友大感兴趣的 龙家老祖似乎对韩力的回答 也大感满意 轻笑一声后就再无传音了 接下来的真灵大典就简单了 在那些家主长老 争执完资源和利益的划分 又举行了一场例行的仪式后 整个大典也就结束了 于是 一些世家开始离开万灵谷 按原路返回 更多的世家 却准备在万灵谷中多住上几日 好互相交换一些资源和功法心得 古家同样也没有马上离开 而在山谷中的一片建筑中 暂时居住了下来 韩力独自占据了一座小阁楼 也同样留了下来 但是当天晚上 他就悄然离开了阁楼 往山谷另一边的万灵殿飞去 当他走进大殿 那里竟然早有一人在门口静静地站着 仿佛专门在等候着他 韩力一看清楚对方的面目 目光不禁微微一闪 龙家的那位徽长老啊 黑袍男子再无先前的不善之色 反而冲韩力一抱拳 满面地笑容 韩道友果然是守信之人 龙兄和其他几位道友已经等候多时了 怎么 龙兄还约了其他人 难道是 韩力心中一动 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 韩兄是聪明人 不用我现在多说什么 请吧 黑袍男子黑黑一笑 侧身做了个请的姿势 那就有劳道友带路了 韩力点点头 也不再有何异色了 而这位徽长老 对韩力有些冷淡的态度 倒是丝毫不在意 二者就一前一后地走进了大殿 大殿前厅异常清冷 也没有原本应该存在的守卫 显然事先就被请出了此地 韩力在黑袍男子带领之下 进入到了大殿的一侧 某间颇为隐秘的偏殿中 在那里 正有三人围着一张巨大石桌 坐在那 一见韩力二人走了进来 目光是刷的一下 全都扫了过来 韩力一打量 瞳孔不禁微缩了一下 这三人除了面无表情的龙家老祖 其余二人 赫然是叶家的羽衣少女 以及林家的那名 头戴淫环的批发男子 再加上我和徽长老 此地一下聚集了五名 拥有合体中期以上实力的修士 也算是惊人之极了 羽衣少女一见韩力 明眸是一阵流转 冲其嬉戏一笑 而批发男子则是淡淡望了其一眼 就立刻将目光收回 看不出对韩力到底抱何态度 到时龙家老祖一见韩力道来 脸上竟是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并且招呼了一声 韩导游也来了 请坐吧 韩力听了微微一笑 不慌不忙地走到了桌子一边 从容坐下 灰性修士则平静地 直接坐到了龙家老祖的身旁 龙老怪 你这一次将我们这么多人约来 到底是为了何事啊 直接说吧 林家的批发男子却开口了 似乎有些不耐的样子 林道友别急 我再给诸位介绍一人 然后老夫就会将一切讲明的 龙家老祖却是倾笑一声 不以为意地说道 多人有 第一千五百六十四集 怎么 还有人没来吗 龙兄 你这一次到底约了几人呢 不会是风家兄弟吧 羽衣少女眨了眨双目 笑隐隐地问道 风家兄弟 虽然联手之下 神通并不下于中介修士 但是他们联手之数受限太多 并且此事人手不宜太多 老夫并没有约他二人到此 至于我要介绍这人 却早已经到了 前求道友 你也出来见见诸位吧 龙家老祖摇了摇头 但是接着一转头 竟从偏殿中一个看似无人的角落中 说了一句 这一句话 自然让韩丽等人均多一惊 一下全都忘了过去 只见偏殿那有些昏暗的角落中 传出了一丝微弱至极的气息 接着一团黄色光运一闪 竟凭空现出了一柄黄色铜镜来 此镜子接着略以模糊变形 竟是不可思议地化为了一名黄袍少女 韩丽一见此女 瞳孔不禁微微一缩 气灵族圣女 龙道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批发男子一见少女 面容是勃然大变 哼的一下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满是谨慎之色 这黄袍少女 赫然正是当日曾经在万宝坪拍卖大会上 路过一次面的气灵族圣女 而林家的这位太上长老 显然也参加了那次拍卖大会 这才能够一眼认出这位千秋圣女 几位道友不用吃惊 千秋圣女正是为了我等的大事而来 若没有圣女出手 此事根本无法进行 龙家老祖神色平静 但是殿中其他人的面色 并未因此言而有什么改变 不但韩丽目露警惕之色 羽衣少女的脸上 笑容也一下消失不见 批发男子更是冷哼一声 望向黄袍少女的目光大为不善 只有早就知道此事的灰性修士 面上没有丝毫意思 诸位也不用对小女子过于见外 虽然我是弃灵族之人 但是说起渊源 我本体却是贵族参天真人 当年随身宝物所化 真人陨落许多年后 才侥幸独自开了灵制 化为弃灵族一员 黄袍少女冲韩丽等人 脸人一礼 一态万千 参天真人 莫非就是上古时候 那位开设深渊城的那位大城存在 余少女一正 马上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千秋圣女威然一笑 不错 正是这位大人 否则千秋又如何能作为灵族联盟使者 被派往贵族而来 我们人族什么时候开始和贵族联盟了 为何我等 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此事是我在贵族圣岛之上 和贵族天元圣皇 玄武霸皇 以及其他几名后期大城修士 共同商定签约的 但因为其他一些缘故 正式宣布估计还要年许之久 到了那时 几位道友自然知道 小女子所说不假了 既然你能在万宝大会上出现 和灵族的联盟 也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 冷兄将圣女带进万灵谷 还是太冒失了一点 毕竟此地 是我等真灵世家举行大典之地 叶仙子放心 千秋道友 是在大典结束后 才进入万灵谷的 并且今晚和我等一商量完大事 也就会立刻离去 绝不会出什么问题 龙家老祖淡然说到 似乎对此问早有预料的样子 嗯 好吧 既然龙兄如此说 妾身也没什么要问的 道友将要说的大事 给我等几人详细说下吧 羽衣少女戴眉一皱叹了口气 批发男子目光闪动几下 神色略缓地 也重新坐了下来 似乎认可了刚才的一番解释 龙家老祖见词点了点头 但是一开口 却说出了让批发男子 差点再次一蹦而起的话来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 老夫约诸位道友到此 就是想等魔灾爆发后 在古魔界和灵界交融一体的时候 我等几人 深入魔界一趟 深入魔界 龙老怪 你莫非老糊涂了 就算真想去死 也不用带着我等几人吧 批发男子满脸惊怒地质问起来 道是羽衣少女听了此话 似乎也想起了什么 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韩丽则摸了摸下巴 同样显露出一丝惊怡之色 林兄不必动怒 老夫有此提议 自然是做了万全之策 起码有七八分把握 全身而退 龙某同样一起行动 还会拿自己的小命 开玩笑不成 就算如此 那魔界圣祖是何等可怕的存在 万一我等碰到了 根本无法保住小命 更别说魔界之中 其他一干高阶骨魔 更是不计其数 我等在人界 还可依仗法阵之力 与他们对抗 一旦深入的话 怎么想也不可能 有何保命的机会 在下若告诉几位道友 有办法将我等气息 暂时转化为 和普通骨魔一般无二 即使合体气骨魔 也无法看破的话 不知林兄觉得如何 有这种事情 龙兄不会说笑吧 那些魔界的高阶骨魔 精通各种不可思议的神通 怎么可能有办法 瞒过他们的耳目 羽衣少女戴眉一皱 也开口了 龙家老祖听了这话 却是黑黑一笑 突然转身 对千秋圣女说了一句 千秋道友 麻烦你再展示一二吧 当然没问题 黄袍少女优雅一笑 手掌一翻转 手中竟多出了一颗 拇指大的黑色圆珠 弹口一张 竟将珠子直接吞进了腹中 下一刻 千秋圣女单手一掐绝 提表泛起一层黑色雾气 将其身形片刻间就淹没了其中 黑色雾气翻滚不定 时而化为触手状凭空乱舞 时而又滴溜溜的急转不定 仿佛本身就是活物一般 阵魔之气 韩丽只看了一眼 瞳孔一缩 就用低不可闻的声音 自语了一句 可是纵然他话语激进南南 但是大厅中几人都是 何等法力之人 自然听得真真切切 批发男子和羽衣少女 听了脸色微微一变 而龙家老祖却深望了韩丽一眼 突然开口道 韩道友能一眼认出真魔之气 看来肯定是兼修过 某种顶级的魔道功法了 而道友白日显露的金身法相 和魔界的某种骨魔真身 有些酷似 这倒为老夫解惑了几分 龙兄真是慧眼如炬 韩丽并没有承认或否认什么 只是淡淡一笑 其他人闻听二人对话 那自然是神色恶异了 这时黑色魔器中 突然传来千秋圣女的一声娇斥 真魔之气同时往中心狂涌而去 顷刻之间竟化为了丝丝黑夜 被四女硬生生全部吸进了身躯之中 雾气一散而尽 重新显露出黄袍少女的身形来 不过一望之下 韩丽等人却面露一丝奇怪之色 此刻这位千秋圣女 看起来和原先哪有丝毫区别 仿佛刚才的一番施法没有丝毫笑过一般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 黄袍少女轻声一笑 随着身上气息默然一变 一下从其身上散发出了一股冲天的精神魔气 并且原本欲知般的脸庞上 无故竟浮现出几道漆黑的魔纹 同时眉宇间一亮 竟浮出了一颗有黑的圆珠 虽然此珠半镶嵌在少女眉宇间 但是看起黑幽幽的模样 分明就是先前吞下的那一颗 韩丽目光闪动 神念立刻毫不客气地朝此女一照 片刻之后面上献出一丝惊弱 此女无论身躯还是体内流动的法力 此刻竟然全都充斥着精纯至极的真魔气 身上散发的气息 更是和当日我在人界所见过的骨魔一般无二 不知韩丽有些动容 披发男子和羽衣少女 同样用神念仔细查看过后 脸上也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的确非常奇妙 看起来真和骨魔差不多 不过我等不是魔族 也许有些破绽我等看不出 但在魔族眼中的话 羽衣少女沉吟了一下 仍是十分谨慎地说道 叶仙子放心 我这颗伪魔珠本身就是用死去骨魔的魔盒炼化而成 只要用秘术吞入体内 逼出藏在其中的真魔器 一般高阶骨魔绝无法看破 而且为了测试此珠的真实效果 我在上次魔戒入侵时吞下此珠后 和被我们灵族活捉的几名古魔一同关在一起长达数月之久 那些被囚古魔丝毫没有看破小女子的身份 但面对圣祖或几种有特殊神通的魔族 我等自然还要小心一二 不过在偌大的魔戒中 碰上这些存在的几率可说非常渺茫 毕竟在传闻中 古魔戒丝毫不比我们灵界小到哪里去 听到黄袍少女此话 韩丽三人均都不禁露出了思量之色 好吧 就算此办法真的可行 但我等深入魔戒 仍是一件太过危险之事 三位也该将其中的缘由好好说说吧 若真像龙兄所言 可以让我等有进阶大成的机会 此事纵然十分荒唐 妾身也不是不能考虑 听到羽衣少女提到大成境界 原本还面带怒戎的批发男子先是遗政 随之面色阴沉地继续沉默下去了 要不是能有进阶大成的机缘在那里 几位道友以为我和圣女二人 会吃饱了没事冒此奇险吗 三位道友 可有听说过洗凌池和静凌莲吗 龙家老祖冷笑一声 突然说出了两个名字来 多人有说 第1565集 洗凌池 清凌莲 无论批发男子还是韩丽 听了之后都不禁面面相觑地露出了疑惑之色 倒是羽衣少女神色一动 盯着龙家老祖 眉眸中一阵奇光闪过 看来叶仙子应该听说过了 不过这也难怪 仙子曾经是墨前辈的记名弟子 知道此事倒是应该的 坐在龙家老祖身旁的灰姓修士 突然黑黑一笑地开口了 灰兄这话是何意 难道对墨师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 在下怎敢有如此放肆想法 不过墨前辈想必潜入魔界深处不止一次 知道魔界有洗凌池和静凌莲二物 自然毫不稀奇 徽长老淡淡地说 却不敢对人族唯一的大成存在 有丝毫的不敬之语 我知道你所说的二物 和家师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是我们叶家当年的先祖 在一次魔截中 从一位击毙的高阶古魔残魂中 得到了此信息 不过得到的消息非常模糊 只是知道 这二物虽然对魔族没有多大用处 但是 对我等灵界各族来说 却似乎拥有不可思议的造化之力 原来如此 看来倒真是灰某误会道友了 灰长老打了个哈哈 也不知是否真相谢的样子 龙家老祖听了羽衣少女之言 略露出了思索之色 但是这个时候 那位千秋圣女却又微笑开口了 喜凌池和静凌莲二物 也许三位道友真的不太知道 但是 若是说起化仙池和七窍一气莲的大名 诸位道友 不会再感到陌生了吧 什么 难道他们是相同的东西 不可能 化仙池是真仙剑才能有的东西 据说只有刚飞升的修士 才能有缘在此仙池中 再次吸取繁台俗果 得以换成灵仙之躯 而那七窍一气莲 是化仙池半生的 能提升灵根汇吏的天地灵物 传说就是一个白痴吞吃了此物 也能立即七窍得开 从此通饮过人 批发男子一下失声叫了出来 接着连连摇头 满是不信之色 韩丽自然听说过 这传闻中才能有的东西 也吓了一跳 目光一凝 不禁死死盯住了千秋圣女的面孔 似乎想判断其所说的真假 倒是羽衣少女面色阴沉 一言不发起来 化仙池和七窍一气莲 即使在真心界 也是有数的奇珍之一 不知多少千万年才能形成 自然不可能和小女子 所说的相同 不过前二者功效 纵然远不如后者 但让我们脱胎换骨 汇根大增 却是绰绰有余 因为化仙池和七窍一气莲未形成之前 就是由喜灵池和静灵莲进化而成 黄袍女子一幅额前青丝 面露一丝神秘笑容 有这种事情 可既然是如此奇珍 为何我们灵界没有 反而会出现在魔界那种遍布魔气的地方 而且几位道友又如何知道 他们确实在魔界存在 这一次韩丽面上肌肉一动 抢先发问 这消息是我们灵族上一届的灵王大人 亲自透露出来的 他老人家也曾经潜入过魔界深处 并亲眼目睹这两件灵物的存在 但可惜因为其他缘由 他老人家并未进入灵池 反和贵族的墨前辈一般 同样身负重伤地逃回了族中 故而此消息绝对不假 至于这种天地奇珍 为何会出现在魔界 这只有天知道了 不过小女子猜测 多半就是因为魔界 其他地方魔气遍布 经过长时间的演化 才能将整界的所有灵气之源 都逼到了一处 从而诞生出此种灵池和灵连来 而我们灵界相比仙界来说 灵气之力大大不足 反而始终无法形成此灵物 黄袍少女略意犹豫 这才说出了灵族当年 些许隐秘和一些猜测之言 这么说 灵池的消息 是圣女告诉隆道友等人的了 但隆兄如此身心不疑 应该有自己的道理吧 听了韩丽此问 羽衣少女和批发男子神色一动 也不禁妄向了隆家老祖 老夫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判断此事的真假 但是所用的方法 却不好向各位道友透露 好在夜仙子先前之言 也从侧面证实了 喜灵池的确在魔戒某处 如此的话 就看我们几人是否真敢冒此风险 证得这天大的造化了 不瞒几位 老夫和圣女以及灰兄 肯定要走这一趟的 另外灵界那边 也有几位圣灵等界的出马 而人族这边 三皇等大势力 肯定不会让他们出手 所以才找上了三位道友 其实原本在下打算 只叫夜仙子和灵兄 韩道友的出现 倒是一个意外之喜 下面就看三位道友 是否愿意赌上一把 去魔戒一趟啊 韩力三人听完 不禁互望一眼 一时间却没有马上答应 神色各异 不知龙兄想在魔灾爆发后 何时去那魔戒 据我所知 这一次的魔灾厉害 远非以前几次可比 一个不小心 我等人族 甚至有被灭的危险 若是我等离开的时机不对的话 我等几家 恐怕很难在魔戒中保全 羽衣少女伴上之后 才长途一口气地说道 这个老夫自然早有考虑 所以将进入魔戒的时机 放在魔灾爆发后的 数十年后 到了那时 人族应该已经挨过了 魔戒爆发最猛烈的阶段 进入了僵持 所有势力都会互相扶持 在此种情况下 我们再找何时时机潜入魔戒 将来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况且韩道友本身就是一名散修 根本没有后顾之忧 而叶家和林家的合体气修时 应该也不仅仅只有二位道友吧 龙家老祖目中一侧一闪 平静地说 龙老怪 你倒是消息灵通得很 好 若是我们林家在魔戒中 真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危险 到时林某 就跟你走上这一趟 批发男子 竟是韩丽三人中 最先做出答复之人 显然 喜灵池和静心莲二物 对他吸引实在太大 让其纵然面色阴沉 但根本无法说出拒绝之言 既然有掩饰气息之法 潜入魔戒之中保命的几率大了许多 但就算再天衣无缝地伪装 若长时间在魔戒中走动的话 恐怕都会有露出破绽的时候 不知魔戒这一趟来回 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若是太长的话 陨落几率肯定会极大 小妹 恐怕需要三思 才能决定是否真走上这一趟 当然 若时间不长的话 我自然不会放过如此一次天大的机缘 叶仙子此问 倒叫妾身有些为难了 据我所知 喜灵池和静灵莲所在的位置 在魔戒中心的位置 就算一切顺利 来回也要花十几年之久 其中若是碰上麻烦和意外的话 就是再耗费数倍之久也大有可能 而我等不可能在魔戒刚一爆发就开始行动 所以 在时间上其实并不算多宽裕 数十年之久吗 这的确太长久了一些 妾身恐怕需要回去仔细思量一下 现在无法给道友答复 少女脸色殷勤了好一会儿 这才不大肯定地回答 龙家老祖并不奇怪羽衣少女的回答 反而大有深意地回答 没关系 叶仙子当然可以回去好好思量一番 不过仙子的天风血统 具有破碎虚空的大神通 是魔戒之行的一大利器 若是不去的话 实在是太可惜了一点 去与不去 妾身自会仔细斟酌 羽衣少女并没有再多说什么的意思 回答了一句后就不再说话了 这时 龙家老祖几人的目光 自然就落到了 还没有说话的韩丽身上 既然有这种宝物在魔界 韩某散修一个 为此搏上一搏 自然不会迟疑什么 不过今后数百年内 在下另有几件重要知识在身 都颇为耗费时间 并不一定能抽身走上这一趟 韩丽沉吟之下 竟苦笑地说出了 让其他几人一正的话来 原来如此 这样吧 韩导有到时看情况再说 有时间的话就走上这一趟 若真无暇分身 老夫也不勉强 不过几位道友 丑话说在前面 无论去与不去 老夫没有意见 但是在老夫和圣女 去魔界之前 还望保守秘密 现在知道此事的 也就我等这些寥寥几人 真要外面有什么谣言传出的话 别怪老夫倒是不讲情面 龙某并不是惧怕 其他人来争夺凌迟 而是担心万一此事被魔族提前知道了 到时再想安然潜入魔界 自然会困难数倍 和羽衣少女不同 龙家老祖似乎对韩丽去与不去 并没有太过看重 淡淡说了两句后 忽然口气一冷 说出了警告之言 韩丽听了此话 微微一笑 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而羽衣少女却呆眉一条 脸色一沉 龙兄将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等会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老夫也就这么一说 在下也相信 几位不是那种口风不紧之人 既然事情全告诉三位了 到时是否真愿冒死风险 搏上一搏 全有几位自愿 不过在摩羯爆发之前 都必须给老夫一个准确答复 毕竟几位不答应的话 老夫要物色其他合适的道友 第1566集 龙家老祖打了个哈哈 又凝重地说道 这一次 羽衣少女一口答应下来 这个自然 韩丽在一旁 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既然事情已经商量完毕 韩丽三人自然也没有在此多逗留 寒暄几句之后 就纷纷告辞离开了片殿 而灰性修士 则自然亲自送三人离开 转眼间 片殿中就只剩下了千秋圣女 和龙家老祖二人 黄袍少女脸上微笑一下消失不见 目光闪动不停 龙家老祖却望着大门方向 也一脸沉吟的 不知在想些什么 此地已是寂静无声 不知过了多久 千秋圣女突然悠悠地说道 我还是不太明白 道友为何一定要拉拢叶家的人加入我们 难道龙兄真觉得他的天缝变身 对我们魔戒之行十分重要 要论破碎虚空的神通 我已经邀请的另一位圣灵道友 绝不会选于这位叶仙子 难道龙兄对千秋之言不太相信不成 当然不是 在下和圣女认识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了 又怎会不放心 不过我等要去的可是传闻中的魔戒 能多一个拥有破碎虚空的道友 到时候能保命的机会自然就大上一些 再说叶家的秘术神通 玄妙之处不在我们龙家之下 戴上此女的话绝对是一大必诱 就算这位叶仙子的确重要 但是那位韩道友只是合体初期的修士 纵然有些利害神通 也没有一同捎带上的必要吧 要是龙兄真觉人手不足 不好在人族中找中期的同道 妾身倒可以回族中 再联系一位有实力的族人参加此事的 我和圣女可是约好了 我等潜入魔戒所带人数应该相同 仙子不会反悔了吧 而且千秋道友这次也看走眼了 这姓韩的小子 虽然是我人族才进阶和体不久的 初期修士 但是经我亲手测试 实力之强绝对在徽长老之上 就算我和圣女这样的后期存在出手 想要击败此人 恐怕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何况此人凝练的法相今身 应该源自古魔族的某项顶级魔宫 能同样操纵真魔之气 带上此人的话 在魔戒中数不定有预料不到的大用 当然了 若是他真不愿加入 也并非非要不可 我自会再找另外一位有实力的伞修 参与此事 妾身总算也是弃灵族的圣女 怎会做那反悔之事 既然龙兄心中早就有数 那妾身就不再多言了 这枚魔朱我先留下 虚使之法倒有也早就学会了 我代表灵族和贵族已经签订好了协约 也不便在跪地久待 明日就出发返回灵族 关于你们龙家和我们弃灵族合作诸多事情 还望道友多操心了 圣女放心 你我合作是两立的事情 龙某自会多加用心 但你我再次相见 恐怕就要是魔戒爆发后的事情了 龙家老族点了点头 慕然的脸孔竟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 黄袍少女轻笑地又客气了几句 也就同样起身离开此地 与此同时 韩丽已经回到了住处 并躺在阁楼某层一张大床上 双目微眯地在思量着什么 进阶大床境界的艰难 单看人族如此庞大的人口 也不过只有莫简离这么一位大床去修饰 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我已经具有莫大机缘 也绝不会自大到认为自己有多大把握 突破此瓶颈 喜灵池和静灵连二物对我的诱惑 绝对非同小可 但是我却被那位原刹圣祖盯住 我和这位魔祖结下了大仇 对魔界原本就是避之不及的 又怎敢在轻易地深入其中 做那自投罗网之事 一旦我隐约深入魔界 万一泄露了行迹 别的古魔圣祖 也许不一定会亲自动手对付我们 但这位原刹圣祖一旦知道我的存在 绝对不介意亲身动手解决我 以报当年分年被毁的大仇 可要让我一口回绝龙家老祖 彻底放弃喜灵池和静灵连 也同样大为不舍 毕竟像大增进阶大成几率的机缘 自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这一次放弃了 也许我真因此 从此丧失了进阶大成的机会 这还真是一件两难的事情 韩丽思量了好一会儿 嘴角抽搐一下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之色 不过此劫也并非没有解决之法 只要我在魔阶爆发之前能够一下进阶两击 成为合体后期大圆满修士 以合体后期的修为境界外加我的诸多大神通 相信即使不是那圆叉圣祖的敌手 保住小命应该大有把握 而由此实力作为后盾的话 深入魔界自然不用畏惧什么 若是其他人 数百年内从合体初期一下进步到后期境界 自然是一件痴人做梦的事 但是对身怀炼神术和诸多灵药在身的韩丽来说 却并非没有机会 特别是他还有氢原子的约定在那里 已经搜集了所有材料的他 一旦能够得到连当初深渊四大妖王都梦寐以求的鸣和神辱 自然也就更多了几分 进阶到合体后期的把握 只要能在龙家老祖等行动前 进阶到合体后期的境界 我自然愿意冒险进入魔界 若是无法及时修炼到此境界的话 我只能到时看看实际情形才决定了 不管怎么说 让我轻易放弃洗灵池和静灵连这种进阶大乘的机缘 也的确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心中有了主意 韩丽就不再胡思乱想 当即袖子一抖 十几杆阵旗一连飞出 化为了一层无形进制 笼罩住了整间屋子 随后眼皮一合 开始闭目养神 第二天一早 小枫仙子和萧长老特意前来问候韩丽 却是惊讶地发现 韩丽和白果儿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 二人 自然只能互望一眼 苦笑不已 与此同时 韩丽和小丫头早已在百万里外的某处虚空中 坐在一辆青色飞车上 飞快向某个方向急驰而去 韩丽盘西坐在飞车角落中 正低头捧着看一枚不知名的破旧书卷 仿佛参悟着什么东西 而白果儿则站在飞车前头 单手捧着一块法盘 表面隐隐有一层青光闪动 正操纵着飞车急行 就这般静静飞行了大半个时辰后 师父 我们下面到底要去何处啊 这个方向好像不是天渊城的方向 难道我们不和师兄他们会合吗 白果儿偷偷回望了韩丽一眼 见其摇头晃脑正一副十分痴迷的样子 不禁小嘴一撅问了一句 经过这几年在韩丽身边跟随 这小丫头已经对自家师父的脾性 有了几分了解 外加这几年 韩丽数次出手化解其体内的寒毒痛苦 过而她说话间自然透着几分亲密之意 怎么 想你两位师兄了 不过不知道 我家果儿想的是道士师兄 还是海师兄了 师父 你乱说什么呀 果儿只是觉得两位师兄都很有趣 哪有什么想不想的 白果儿一听到韩丽带有几分调笑的话 小脸一下通红 急忙结结巴巴地分辨着什么 虽然小丫头上海年轻 但是灵界之人都比较早熟 自然对男女之事也朦朦胧胧的知道一二 微师和你开玩笑的 不过上次回天云城 我已经将一些法学和丹药 留给你两位师兄了 我们就算数十年不回去 也不会耽误他们的修行 况且 我将你兵凤师姑也留在了洞府中 在修炼上也能指点他们一二 而你因为有寒毒在身 必须一直跟在为师身边才行 好在你修为尚情 如今只要依靠丹药之力 就可以增加修为 我这段时间也以参悟神通为主 无需马上闭关修炼 趁此时间 咱们要犹遍整个三皇七腰之地才行 以兵凤师姑的修为 自然完全可以指点两位师兄 不过师父为何要到处跑 前几年也是带着果儿 将整个玄天之境都游过一遍 难道在找什么东西吗 不是找东西 而是打听一个人 他若是也能飞升灵界 我应该能得到他的消息才是 韩丽听了这话轻叹了一口气 脸上竟现出了一丝寂寥之色 啊 难道这人是师父的亲人 白果儿乌黑的眼珠滴溜溜一转 忽然说道 韩丽闻言不禁有些意外 哦 你这丫头是如何知道的 祖儿是猜到 祖母一说起早些年去世的祖父时 脸上的表情和说话口气 都和师父这时一般无二 难道师父的这位亲人 就是师娘不成 果儿可从未听师父说起过 白果儿先是不好意思地憨笑一声 接着又大感兴趣地问了一句 好了 为师的事情 你就不用如此好奇了 为师这次远游 虽然主要是为了找人 但同样不乏有顺便游历之意 毕竟我才进阶合体不久 无论在修为还是心境上 都还需要再磨练一番 才能为之后的修炼之徒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下面要去的地方是天灵境 听说自从灵黄雨落后 此地变得有些混乱 希望我们在此地 能有所收获吧 天灵境 听说再过一些年 就要举行灵黄大比 重新选出灵黄来了 不如师父也参加大比 将那灵黄之位夺下吧 以师父的大神通 应该不是没有机会的 你这丫头胡言乱语什么 我这点修为 哪有什么机会得到灵黄之位 再说我也无异于此 好了 你好好催动法器吧 为师还要研究一下 这本典籍记载的东西呢 韩丽打了个哈哈 接着就不再理睬小丫头 继续研究 其手中的那卷古书了 青色飞车 无声无息之间 化为一团清光破空远去 时间流逝 从万宝大会算起的二百年时间 缓缓地过去 在此期间 人妖两族中都发生了许多大事 人族中的灵黄之位 终于在百余年前 被一位不知从何处突然出事的神秘女修夺去 另外一件大事 则是人妖两族的圣地圣岛 突然对外宣布 两族和附近的其他几个原本敌对的一族 暂时停止了干戈 并且结成了千年盟约 千年之内 几族非但不会再互相开战 反而必须遵守攻守同盟的约定 而在这百年时间中 几乎没有人听到过韩丽的消息 这一日 天渊城明显比以前高大的被许的城墙上空 掠过一道白红 白光中一个苗条的身影 几个闪动 就从几名看守此节城墙的假饰眼中 消失不见了 咦 这人是谁 好大胆子 只是一名结单修士 就敢不经过城门 从我等眼皮底下直接飞过去 其中一名黑甲大汉见此情形一愣 随其勃然大怒 并且提表黑光一闪的 似乎想要立刻追过去 胡老弟前吗 这位白仙子是不用我等检查 可以直接进入天渊城的人 旁边的另外一名假饰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了大汉 啊 这是为何 他不过是区区一名结单修士 怎可能有此特决 可人家师父 却是一名合体修士 而且还是一名 仅花数百年时间 就从化神 修炼到合体的修士 以后说不定 还能进阶到合体后期大成 这位白仙子 据说也仅仅一百年时间 就从住籍进阶 到了金丹中期境界 修炼天赋 同样惊人至极 胡老弟才加入田渊城不久 不认得这位白仙子 那名拦住他的假饰 解释他 大汉听了面色大变 一下师生出口 数百年时间 从化神修炼到合体 难道道友说的 是那位曾经 立敌龙家老祖的 韩前辈 哦 原来胡兄弟 也知道韩前辈的事情 这也难怪 虽然这位前辈 现在几乎没有传出什么消息 但他的大名 我等很少有不知道的了 否则对他这位 经常来田渊城的 记名弟子 长老会也不会特意下令 无需按例进行检查的 哦 原来此女是 韩前辈的记名弟子 难怪有此特权 不过听道友的口气 这位白仙子 进出田渊城很频繁吗 也不算太频繁吧 有时候可能一两年一次 有时候说不定七八年 才会来一趟的 不过听有的道友说 这位白仙子每次到这里 都是到方氏中 买卖一些材料 不过这也不奇怪 现在各个地方都材料紧缺 也只有我们天渊城 还算能供应一些 哦 原来如此 但是既然韩前辈 记名弟子在天渊城附近 那韩前辈本人 也应该居住在附近了 这个可就不清楚了 毕竟谁也没有这胆子 敢追踪这白仙子 好了 合体前辈们的事情 我们还是少议论的好 虎兄还是说说 你上次在方氏中 发现一块紫金铁的事情吧 那件事情啊 那一次胡某 的确捡了一个大漏 发了一笔小财 那天啊 我去方氏中 无意中经过一家小商铺 大汉被对方一提起 前些日子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不禁精神一阵地讲述起来 而这时 远处早已消失的白色顿光 却直奔天渊城的方氏 方向而去 输个时辰后 白色顿光就直接在方氏中 那座人妖两族交易的大殿前落下 端光一脸 现出一名身穿银色锦袍的少女 这女子在大殿前的首位那里 交了一些零食 又领了遮掩身份的法器后 就被一团灵光遮掩柱身形 走进了大殿中 片刻功夫之后 少女就出现在了大殿的正厅中 少女乌黑眼珠左右一扫 就默然双目一亮地 朝某个角落走了过去 在那里 正站着一名被黑气包裹的妖族修士 一见银袍少女走近 黑气漠然一阵翻滚 从中探出一只洁白手掌 上面赫然握着一块残缺的半截玉佩 银袍少女见子立刻神色一动 手掌同样一翻转 也拿出另一块残缺玉佩 两块玉佩只是往中间一对 就立刻合成了一块完整之物 阁下是 银袍少女面上神色一松 但是仍然用试探的语气问了一句 又是你这小丫头 令师还在闭关中吗 为等银袍少女走近 黑气中却传来另一个悦耳的女子声音 竟似乎认得对方一般 秦前辈 怎么你老人家亲自来了 家事还未出关呢 上一次令师想要的材料极其贵准 我可不放心 让旁人带着这些材料上路 也只能亲自走一趟了 倒是令师真是神通广大 竟然能让你在短短百年时间 一下突破筑基 结成金丹 更是进阶金丹中期了 这全是家师不惜赐下各种灵药 对果儿洗髓一惊的结果 否则单凭晚辈的资质 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结成金丹 锦袍少女 赫然正是韩丽的记名弟子 那位叫做白果儿的小丫头 不过二百年时光 她不但已经从当初的女童 变成了现在亭亭玉丽的模样 更是成为了一名结丹中期的修士 而黑器中的女子则正是当初和 韩丽约定进行大量交易的那名 天湖族的秦宿尔 白果儿在这些年间 每隔一段时间就往此地跑上一趟 自然是为了完成韩丽和此女约定的一连串交易 不管怎么说 妾身还是佩服韩前辈的手段 照现在的情形看 你这丫头以后进阶化神练须也大有可能 好了 我们还是按照约定先开始交易吧 秦宿尔又称赞了一句 提出了交易 并且不知从何处拿出了一只紫色木匣 直接递了过来 晚辈当然没有问题 白果儿甜甜一笑 单手一翻转 手中一下同样多出了一只蓝色圆环 一个时辰后 白果儿再次从大殿中走出 并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腾空飞起 毫不犹豫地向来时之路鸡舍而走 两个月后 一片灵气异常浓密的山脉中 白果儿驾驭着顿光从其上空飞驰而过 并且最终在山脉深处的 一座巨大高峰上空落下 白果儿的身形 方在山腰处的一青色石门前现出 就突然从门中传来一声朗笑的话语声 石门表面轻光一闪 自行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名黄袍如生 三十来岁 面容极其俊 正是那位二百年前就被韩丽 打发到深渊城的海大少 不过二百年没见 海大少双目神光银闪 肌腹精盈盎然 竟也成为了一名杰单修士 并且肉身强大 也远非从前可比 师兄何时回的洞府 白果儿一见海大少先是遗政 最近面露高兴之色 本大少前些日子刚完成一件天渊城的苦差事 差点小命都丢掉了 这才可以休息半年时间 就回洞府看看师父可曾出关了 那师兄可见到师父了 师父本尊自然是没有见到 倒是向师父的第二元英讨要了几瓶丹药 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过两年师兄我也要开始冲击 结丹中期了 说起来真是惭愧 我这个做师兄的法力 还不如小师妹呢 在师妹面前 可实在是抬不起头的 师兄真是说笑了 师兄可是法体双修 论真正实力 哪是果儿可比的 况且师父同样是法体双修之身 多半海师兄才能真正地继承师父的一波 应该是师妹羡慕师兄才是 而且若论法力 小妹又哪如七灵子师兄进阶之快 近短短两百年时间 就已是杰丹大城进阶 马上就要准备凝结原因了 有再大法力有什么用 在天渊城 我还是只能扮演一名普通的炼体士 甚至不敢让人知道 自己和师父的关系 生怕呀被有心人惦记着 你七灵子师弟也是如此 我二人每次从天渊城来找师父 都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 哪有小师妹以师父弟子身份进出天渊城 来得威风啊 海大少听了白果儿的话 换上了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 大为羡慕的样子 我是因为给师父办事 需要经常进出天渊城 师父才让我不用隐瞒身份 和两位师兄必须在天渊城 隐藏身份 磨练星星 可是大大不同 不过话说回来 七灵子师兄继承的 道法神通和修炼天赋 连师父都赞不绝口 以后在修炼之徒上 说不定比我们要走得更远一些呢 白果儿眨了眨眼 炎然一笑 这个是肯定的 不过自从师父 带你百年前返回人族 并在此地重新开辟洞府后 就立刻进入闭关之中 平常我等的修炼上 也完全让第二元英 和兵士姑家宇指定 也不知师父 到底修炼得如何了 一说起自家师父 海大少的神色 一下变得肃然起来 并且略有些担心的样子 放心吧 师父当年花费近百年时间 为在人妖两族 找到想找之人 也就暂时吸了寻人的心思 才闭关准备 冲击合体中期境界的 若是我没想错的话 师父不一口气 进阶到中期境界 多半不会出关的 冲击合体中期境界 纵然师父神通广大 但恐怕要千年时间苦修 才可能成功吧 难道师尊 打算闭关千年之久不成 别的合体前辈如何修炼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师尊 曾经力敌过合体后期修士 本身神通就不在 合体中期之下 应该另有什么手段 加快修炼速度 想来用不了千年 在魔灾爆发前就可出关的 嗯 知道也是 想来师父 也是因为魔灾将近 才会下定决心 尽快进阶中期的 无论海大哨还是白果儿 军队含力进阶合体中期 信心十足 眼下 海大哨并没有和白果儿 继续多聊 再说几句话之后 就告辞离开了洞府 化为一道蓝红 破空而去 而白果儿 则进入青涩石门 沿着一条走廊 直接向洞府后院而去 一连穿过数层 三岩的劲之后 眼前豁然一亮 竟现出一片广大的平潭草地 空中白云缭绕 似中灵花绿草 一片灵气盎然之色 在这草原的中心 一左一右 各有一座 百余丈高的小山 一座漆黑如墨 一座清脆碧绿 两座山峰之间 却有一座 晶莹剔透的白玉阁楼 共分三层 被一层明厚的五色光幕 隐约笼罩其中 这洞府的后面 是被寒厉又莫大法力 幻化成的 一个类似独立的 山中小世界 看起来和外面的世界 一般无二的样子 此刻 在两座一左一右的 小山之上 各有一个人影 静静地盘坐在峰顶 师父 那人影 一个身高两丈 肌肤翠绿 体貌紫色霞光 一个却是金光灿灿 口喷一股黑气 流转全身 这二人远远看去 面容竟和寒厉酷似 都紧逼双目 不过当白骨儿 走进草原的瞬间 那个口喷黑气的寒厉 神色一动 缓缓睁开了双目 刹那之间 两道清澈目光 一下扫向的银袍少女 拜见师父 徒儿此行顺利 已经将东西 安然地带回来了 白骨儿一见此景 立刻恭恭敬敬地 冲金色人影一拜 借着单手一翻转 取出一只紫色木匣 并且马上双手奉上 辛苦你了 骨儿 我看看东西 是否真的合用 金色人影微微一笑 和善地开口 声音赫然也和喊力 一般无二的样子 接着 此金影 单手往白骨儿 锁在方向一招 下一刻 那紫色木匣 立刻嗖的一声 腾空射去 被凭空射到了金影手中 单手往木匣上一扶 顿时侠盖 一下自行打开 里面竟是数颗 黑绿色的腰单 一个个均有鸡蛋大小 并且散发着一股 怪异的兴气 让人闻之欲呕 望着这些怪异的腰单 金色人影却满意 知己地点了点头 将狭盖一盒 下方的白骨儿 围然一笑 骨儿 做得不错 这些东西 我正好试用 到现在为止 从妖族那边 索要的材料 总算全都凑齐了 以后 我会将第二原因收回 并激发法阵 将此地彻底封印起来 真正断了 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你们若不是遇到性命之忧 或者魔灾提前爆发 千万不要来惊动我 下面一二百年内 是我修炼的最关键时候 容不得丝毫分心 另外 你们修炼所需的丹药零食 我已经交给你们兵师姑了 以后有需要 直接从他那里讨药就行 希望为师出关之时 能见到你们师兄妹 修为都再次进上一层 什么 师父要逼生死关了 不知师父这一次 需要逼关多久 白骨儿一听金色人影之言 顿时一惊地失声问道 这个不太好说 短则数十年 长则二三百年吧 那骨儿只能恭送师父了 希望师父出关之日 修为大尽 白骨儿脸上满是不舍之色 但也知道 韩丽所下的决定 是不会改变的 只能低手再败 借骨儿你的吉言 希望真能如此吧 五色光木笼罩的白玉阁楼中 怅然地发出一阵大笑 接着两座山峰上端座的人影 一下站起山来 并同时一掐掘 略意模糊地就凭空消失了 而在下一刻 两座小山嗡鸣声一响 两座巨大光阵在底部凭空浮现 并且飞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而去 一会儿功夫之后 整个草原都在光阵覆盖之下 泛起一圈圈的五色灵光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扭曲变形 最终光芒一暗 竟化为了一片五色雾海 将一切都淹没进了气中 这时 白骨儿早一步退出了草原 轻叹一口气 转身离开了此地 与此同时 在五色雾海的白玉阁楼一层处 韩丽盘坐在一个淡黄色蒲团之上 两眼微眯地 望着身前漂浮着的 一只直径树杖 高约杖许的金色巨顶 收 顶下一片银色火焰围绕巨顶 汹汹燃烧起来 同时散出一股浓浓的怪异味道 若从上往下看 就可发现巨顶中赫然翻滚着 满满一顶的神秘液体 不但五色斑斓 并且咕咕地从顶下冒出众多的五色气泡 再不停地炸裂开来 这怪异的味道 辛辣中掺杂着一股 让人熏熏欲醉的奇香之气 韩丽忽然单手一翻转 有白果儿带来的紫色木匣 一下出现在了手中 清光一闪 匣盖就一下自行打开 露出了那几枚黑绿色的腰单 有了这寒潭磨住的腰单之毒 万毒混元之身的最后一层 应该可以修炼大成了 将神通和经哲学的变化之术 一同使用的话 恐怕肉身强大 激进金刚不坏 直追那些传闻中的真灵了 韩丽面上闪过一丝兴奋 手腕一抖 木匣中几枚腰单纷纷一颤的一跳而出 扑扑地落入了锯顶中 片刻功夫后 这些腰单在锯顶中迅速溶解变小 最终成了神秘液体的一份子 单手再一掐绝 下方银色火焰 腾的一下高涨背许 几乎整个锯顶都包裹进了其中 顿时 里面的液体也一下翻滚得越发厉害 韩丽望着眼前的锯顶 神色恢复如常 但是目光闪动 仍可看出心中的凝重 这一顶用上百极毒制无链质而出的液体 配方正是我在黑玉交换会中 从那齐天罗附带链体之法中得来的 若我想修炼链神术第二层 也只能进一步提升自己肉身强横程度 那面齐天罗本身有些积累 但附带的链体之法却颇为不凡 这一族链体之术 韩丽在万宝大会期间并未马上研究出什么 但是后来在人妖两族的游历途中 却参悟得极为透彻了 结果只让他又惊又喜 这名叫万毒混原身的异族链体术 竟是一种远超我预料的诡异秘术 此树共分七层 每修炼一层都具有一定强化肉身的神奇功效 若是七层全部修炼完毕 足可以让一名普通人族的身躯 直接媲美那些以肉身强横为名的高洁妖秀 并可万毒不侵 不过唯一的麻烦是 这套链体之术大益于普通的修炼之法 竟要让身躯浸泡在特质的奇毒液体中 才可修炼有效 而随着每一层的精进 这种辅助修炼液体的毒性 自然越发霸道 当然 这种完全借助外力的修炼方法 是危险无比的 按照法觉中所言 修炼之人十有八九 要么在修炼中毒发身亡 要么肉身无法承受 崩溃开来 这还是在创造此法觉的一族人的肉身 原本就比人族强大得多的基础上 真要是一般的人族修炼此功法 存活的几率自然更是低到了极点 当日敲响齐天罗的那名利士 纵然天赋过人 也不过只修炼成了前两层 就不敢再继续修炼下去 但是这一切对韩丽来说 却不是大问题 以我经过各种灵药灵果 外加繁盛真魔宫修炼的肉身 在强大程度和对毒性的抵抗上 早就到了一个普通人族 难以仰望的程度 万毒混元身纵然霸道以偿 对我来说却应该没有太大危险 更何况 我早动用了从彩流英那里 换来的精月液 每隔一段时日就涂抹全身 再用秘术将灵液效用尽数吸收 将肉身根基变得更加稳固 如此一来 我修炼万毒混元身 出现反噬的可能性 更是降低到了 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 第1569集 这些年中 韩丽每隔数日 饮用一小杯红螺仙酒 结果惊喜地发现 这酒竟真有改善体质的神奇效用 红螺仙酒和万毒云混元身 精月液对肉体的剧烈改变不同 此灵酒效用极为轻微 并且是针对修炼资质的缓慢改变 若不是长时间饮用 此改变几乎不可察觉 但若是坚持下来 其中的巨大好处 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如此一来 我对自己进阶合体后期的把握 自然更多了几分 韩丽一结束两族游历返回洞府后 立刻开始搜集各种奇毒之物 起初万毒混元身 头几层还好 普通的剧毒材料即可有效 但是等到修炼后面三层的时候 却极难在人族中找到合适的剧毒材料了 这让他不得不借助秦素儿的力量 打起妖族的注意 我花费了上百年时间 才将这万毒混元身修炼到了第六层 并在今日凑齐了第七层所需的剧毒材料 特别是这最后一种寒潭没珠的妖单 即使在妖族也极其罕见 秦素儿寻找了数十年之久 才在不久前找到了足够的数 当然 这些年中 韩力也未停下对范圣真魔宫和法力的修炼 在经过测试 发现绿叶的神秘力量对食毒草仍然有用后 成功地催生了其他一些 从广寒界带回灵药的种子 他还炼制出了 数种在合体期精进修为的丹药 这些丹药无论配方还是辅助材料 韩力都花费了偌大的心血 这些丹药韩力数天一刻地吞服个不停 奢侈程度足以让其他合体老怪知道了之后 妒忌得为之吐血 不过如此一来 他的法力精修速度之快 几乎是普通合体修饰的七八倍 故而虽然才短短二百年时间的修炼 法力却已经增大了许多了 只要我能将最后一层的万毒混元神修炼成 在苦修百余年时间 应该就可以突破初期的平静 在一些灵断和强大肉身和神念辅助下 这对一般合体修饰不易跨过的关口 我却有几分把握突破 韩力心念急转地将这一切在心中默默地重新思量了一番 神色一动开始修炼万毒混元神起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七灵子在数年之后成功地凝结元英 得以成为天渊城的高阶卫士 数十年的苦修之后 白果儿也进阶到了金丹后期 此女为了以后可以顺利凝结元英 离开了洞府 开始了自己在仁族的单独游历 海大少也修炼到了结丹中期境界 并在白果儿离开洞府后 成为了最常来到禁制之地的弟子 就这般过去了足足两家子的时间 这一日海大少正驾驭一辆经营剔透的独木舟 在离寒历洞府不过数十里的上空积设而行 忽然间她面色一变 竟单手一掐掘顿光一脸 将足下法器一顿停在了半空中 然后一脸惊疑之色地向远处天空望去 那边天空何时多出了一道笔直的五色飓风 此飓风高约千丈 仿佛晴天巨著一般 附近隐隐有无数银色电弧闪动不已 并有轰隆隆之声从中连绵传出 而看飓风浮现的位置 赫然正在自家师尊洞府所在的山峰处 难道是师父他 海大少感应到远处天地元气的激烈动荡 面上见是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 最终又面露惊喜之色 远处天象足足持续了近半日的光景 才最终消散而去 在天空再次恢复如初 海大少见此情形 再无任何迟疑地足下一彩法器 顿时独木舟化为一道蓝红 积舍而走 片刻功夫之后 走到了寒历洞府所在的山峰处 并且顿光一脸地匆忙落下 海大少刚匆匆地走入洞府大厅 就看见里面正坐着一男一女两人 当即惊喜地冲男子一拜 并且急忙地问候 那男子自然正是刚刚闭关出来的寒历 旁边的女子则是那位 同样在洞府中修炼多年的冰凤了 原来是月天 刚才的天象 的确是我进阶合体中期引起的 这已经是你冰尸姑出手 激发了洞府禁止 压制了大半天地元气后的结果了 否则 恐怕真会引起其他一些人的注意 小妹哪有出什么力 全靠寒兄事先布置下的罚阵 才能遏制天地元气的震荡 否则 以小妹区区化神的修为 哪有此神通 师父 您老人家真的成为中期修士了 这太好了 如此一来 师父岂不是连后期修士都不用惧怕了 后期大神修士是何种大神通之 就哪是为师可以比的 不过你这次回来的倒是时候 我正打算出关后不久 再次进入门荒世界 估计即使一切顺利 一来一回也要一两百年之久 在临走之前 我要见一次你们师兄妹三人 对你们以后修炼 也要分别指点和安排一份 你们三人必须争取在魔灾爆发之前 境界再提升数层才可以 弃灵子不说 她凝结原因之事 我已经听你冰尸姑说过了 果儿这丫头也是结单后期的修为 离凝结原因不过百年 倒是你的修为只有结单中期 着实是慢了一点 师父 我是法体双修啊 慢一些也是正常之事 徒儿在修炼上 可丝毫没有偷懒过 听韩丽的口气有些凝重 海大哨吓了一跳 不仅喃喃说道 我当然知道法体双修的艰难 但是一旦魔灾爆发 那些骨魔可不会管你修炼是否艰难 只有自己的实力强大 才能在魔节中保住你的小命 是 师父 徒儿以后修炼 一定会更加用心 这一次 海大哨不敢再分辨什么 好了 我一会儿会用万里符通知契灵子和果儿尽快回来 你也暂时无需去天渊城 我会先指点你的修炼 你先下去吧 我要和你兵士姑单独说些事情 遵命 师父 海大哨自然立刻应声 接着退出了大厅 奉献子 恭喜你 不但法力尽负 如今修为 还更近一层 韩丽等海大哨身影在厅门处消失后 这才一转头颅 宠兵凤寒笑说道 这全靠了韩兄的大力相助 要是没有如此多丹药供应 小妹哪可能如此快就法力尽负 倒是韩兄 不过二三百年光景 就再次进阶合体中期 这才是让人惊叹之事 看来韩兄 真打算在魔节前 就冲击合体后期的瓶颈了 哈哈 凤仙子慧眼如炬 韩某的确有如此打算 但到了冲击中期平静之时 恐怕就真要借助仙子的 天奉原音之气一用 韩兄放心 等到那时 小妹也应该有 化神后期大成的修为了 原音之气的效用 只会对韩兄更加有用 不过 我虽然修为尚浅 但通过翻阅洞府的点击 也知道进入合体后期之难 恐怕远胜过韩兄以往的 历次瓶颈吧 韩兄对此有几分把握 我等人族合体修士上百 但是到了后期者 还不足实质之数 能修炼到合体期的道友 哪一位不是人族修士 百万里挑一的天纵之才 我又怎敢说 有几分把握之言 只能接近全力一世吧 若是其他人这般说 妾身说不定也就真信了 但是韩兄既然有此计划 恐怕进阶后期的把握 起码有三四分之多 凤道友若真要如此想 自然也随先则 不过韩兄打算冲击后期瓶颈 现在离开人族如此之久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我在即将爆发 纵然我们人族和附近几族 签订了盟约 但是和几族相邻蛮荒世界 只会更加混乱 这一点我自然知道 不过这一次远行极其重要 韩某是势在必行的 既然韩兄如此说了 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小妹就不多劝了 倒是韩兄 才刚刚进阶中期 最好再多巩固下此境界 再出发不迟 多谢凤仙子提醒 我原本就没打算立刻动身 起码也要等个两三年 到时以后 我这三名弟子 恐怕要有劳 奉到有多加招料指点了 你这三名记名弟子 对我一向恭敬有加 就算韩兄不说 我也会尽心指点他们的 这一点 就请韩兄尽管放心好了 哈哈 那就多谢凤仙子了 对了 在离开之后 道友若是遇到了什么 不能解决的麻烦 可以拿到的信物 像谷家 或者天渊城的金月禅师 韩丽大喜继续向冰凤交代一些事 朗朗之声在厅中回荡不已 两个月后 收到消息的契灵子 匆匆从天渊城返回到了 韩丽的洞府 再过了半年 白果尔也同样回到此地 于是 二人和海大少一起 开始接受韩丽的亲自指点 让一些原先在修炼上 晦涩不明的地方 一点激透 而韩丽进阶合体中期的消息 由于他严禁外传 外界倒是丝毫不知 就这样 三年时间 一闪即过 第1570集 这一日 洞府的大门一下缓缓打开 韩丽一身轻袍地走了出来 后面紧跟着冰凤和三位记名弟子 凤仙子不用远送了 你们三个以后也莫懈怠了自己的修行 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向仙子多多请教 韩丽转身冲冰凤略一拱手 又冲白果尔三人平静地说道 是 师父 我等一定不会误了修炼 韩丽 一路走好 白果尔三人纷纷恭敬地大礼拜倒 而冰凤也做出了恭送之礼 韩丽点了点头 提表清光一闪 就二话不说 化为一道清红腾空而起 一个盘旋后就或空离去 片刻功夫 清红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回去吧 希望你师父此行 真的一路顺利 你三人也先别急着离开洞府 先将你师父传授的东西 好好参无透彻再说 冰凤终于将目光收了回来 并从海大少三人轻声说道 海大少三人自然是口中称事 于是四人转身返回洞府 青色石门一落 附近重新变得寂静无声 清红在万丈高空中激设而行 韩丽身处顿光之中 却是一脸沉吟之色的 在思量着什么 忽然他目光一闪袖子一动 一团金光从中一飞而出 在顿光中盘旋飞舞不定 单手冲金光虚空一抓 顿时金光一声嗡鸣 竟一下没入其手中 光芒一脸 现出了一只拳头大的猙獰甲虫 试金虫终于能拍上用场 韩丽凝望着此虫 突然口中发出一声低哨 灵虫双翅骤然一展 飞快震动起来 同时提表五色斑纹 竟一下活过来一般的 刺目闪亮起来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这灵虫身上斑纹一阵扭曲 身躯竟是渐渐变得透明剔透 在灵光映照之下 竟然虚影般地若隐若现 手掌一动 灵虫一下腾空飞起 并且一闪得凭空不见了 仿佛从未在此地出现过 韩丽见此情形 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手掌突然反手一抓 五指尖五色霞光一闪 那只隐匿的灵虫再次现行而出 并被牢牢地抓到了手中 但是此虫身躯 却仍然是忽闪忽现 那些七彩灯 倒也真如传闻般那般有效 先让这些成熟体试金虫 一个个再次进阶变异 不但飞顿速度比以前大尽了许多 还拥有了隐匿身形的天赋神通 若是斗法起来 倒是大有奇效 韩丽喃喃低语两声 脸上露出满意之词 这只争名甲虫 自然就是韩丽用大量飞红鱼 妖丹炼制出的七彩丹 精心培育之后 再次变异进阶的新 变异式金虫 这一次 韩丽对此灵虫的变异结果 是非常地满意 若是能够一次驱使 上万此种灵虫对敌的话 恐怕合体后期修饰见了 也只能望风而逃 可惜 我只是再次进阶合体中期 神念强大程度 也远远不能够支持 这等数量的灵虫 不过等我进阶合体后期境界 修炼成炼神术第二层的话 却大有可能一次驱使 如此多的灵虫了 只要修为真到了此境界 我就可凭空多出 这一条杀手锏了 韩丽长吐了一口气 袖子一抖 手中士金虫一闪的 就不见了踪影 心中法觉再一催 青红一颤 顿时就以一种 比先前更快的速度 向天渊城方向 急设而去 在枫园大陆的某个 不知名巨大峡谷的上空 一名轻力脱俗的白衣女子 和一名相貌丑陋的黑袍大汉 静静悬浮在那里 四周则被数以万计的 一族人围得水泄不通 而黑袍大汉 虽然身上没有丝毫血迹 但是煞气冲天 面颊两侧 全是一块块铜钱大小的 黑色鳞片 同时从袖口上卷下 裸露处的两条手臂 也是乌黑异常 两只手掌更是直接幻化成了 石口锋利的短刃 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倒是白衣女子 足下凭空多出了一朵 粉红色的巨花 神色悠闲从容至极 虽然仅仅是两人 但是四周万许一族人 却在惊怒交加的同时 纷纷畏缩不前 一副惧怕之际的样子 本座再说一次 将你们绿枝族的 圣经之花交出来 我立刻掉头就走 否则 本座也只有将你们 一族灭纱干净 再亲自去取这朵圣花了 白衣女子开口 但是轻描淡写之下 仿佛在说 已经微不足道的事 圣花是我们一族 得以存续的质保 怎么可以将它交给外人 前辈纵然神通广大 此要求也是断然不可能的 站在其他人面前的 一名身体颜色略深的一族人 又目光扫了刚才 屠戮族人的黑袍男子一眼 狠狠地说道 他是一名合体中气的存在 也是这上万一族人中 法力最高的几人 在其身后 还另有三名合体初气存在 同样目中冒火 不过 在刚才一番大战中 他们和为首的族中大长老 被那白衣少女 用强横气息震慑住 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袍大汉 对他们其他族人大举屠杀 纵然他们的族人拼命抵抗 但是短短时间内 就有上千族人 被大汉突入一空 对方神童之大 手段之狠 让他们几人暴怒的同时 不仅心中冰凉之急 这一次我们真的碰到了大戒 一个不小心 灭族之祸就在眼前了 这个 本座可管不了 要么交出圣花 要么你们一族现在 就从灵界除名 没有第二个选择 白衣女子淡淡说道 但是话语的内容冷酷 无情至极 阁下以大成之身 岂如我等 区区一个早已顿壁隐士的小族 并抢取好多宝物 不觉太有失身份了吗 绿之族大长老 犹豫了好一会儿 仍是不甘心地开口了 白衣女子微微一笑 却说出了 让所有异族人 都心中一沉的话来 不用拿话激我 你族中圣花对我大有用处 本座一定要拿到手 你也不要心存侥幸之心了 我出生数十下 再不交出圣花 下面我就亲自出手了 虽然此女声音悦耳动听 但是落入四周一族人耳中 却如同追魂罗生 都面色大变 前辈不游数了 我愿意交出圣经之花 绿之族大长老面上一阵灰白 终于是有气无力地 说出了屈服之言 一 二 这样做才是明智之举 只要将圣花交出来 本座自然对贵族 不会再有丝毫兴趣 白衣女子抬起手臂 一碗额头秀发 发出了一声轻笑 于是下面的一切就简单至极了 一名义族人在此族大长老的吩咐下 立刻返回峡谷中的绿枝族禁地中 小半时辰后 这名义族人一脸悲愤之色的 将一只翠绿色木匣 交到了白衣女子手中 此女甚至没有打开手中之物 只是神殿略微一扫 神色却是一尘 黑袍大汗见此情形 瞅脸一动 也不禁再现出了一丝争鸣之意 他们不会是要反悔吧 好在下一刻 白衣女子从黑袍大汗淡淡地 说了一个走字 随之足下粉红巨花一动 立刻化为了一团红光 向远处破空而走 黑袍大汗口中一声长笑 立刻化为一团黑气的 紧随白衣女子而走 片刻功夫后 二者就从义干义族人眼中 彻底消失了 义干绿织族人见此情形 这才长吐了一口气 虽然失去了质宝圣花 让我们本来就弱小的族群 以后越发艰难 但总算避开了 眼前的灭族大火 大长老一声令下 义干绿织族人 立刻往下方峡谷中飞去 开始收敛那些族人的遗骸 与此同时 白衣女子和黑袍大汗 却已经在数万里之外的高空中了 圣族 这圣花 难道不是你老人家想要寻找的东西吗 黑袍大汗在又飞行了一段时间后 忍不住问白衣女子 不是的 只是和我想找织物 外形近似的一种灵花 虽然是此界含有的天地灵物 但是对我来说 确实没有什么用处 这么说 我们又白忙一场了 那东西又如何是心急就能找到的 我们已经找遍了附近区域的几个大族 下面往相邻的下个区域寻找吧 丰元大陆虽然面积不比雷鸣大陆大多少 但是种族数量 却是雷鸣大陆的数倍之多 一一找下来 却需要多花费些心思 是 大人 黑袍大汗虽然心中叹了口气 但面上满是敬畏地答应了一声 就老实地不再问什么了 八十年后 一片蔚蓝的海面上 一群飞灵人 正狂山双翅地拼命飞驰着 这些人有男有女 但军都年纪甚轻 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原因其左右 大都只是结单左右的修为